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日常生活中 火车是我们不可或缺的重要交通工具 不管是短暂通勤 还是到外县市旅游 火车都能安全准时地把我们送达到目的地 虽然现在的火车既舒适又边界 但是相信在许多爸妈的心目中 你忘不了小时候坐蒸汽火车的幸福滋味 不过 什么是蒸汽火车 蒸汽火车跟一般火车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走 跟我们去看看就知道咯 车顶冒出大量黑烟 汽笛声五五五响 眼前这辆蒸汽火车可是世界上第一辆保车良好的蒸汽火车哦 不过 现在怎么会有蒸汽火车呢 原来啊布鲁贝尔铁路从新元1882年开始营业载客 到了1955年因为营收不佳被迫关闭 可是当地居民舍不得铁路被关掉 所以组织了一个布鲁贝尔铁路保存会 原本大家只是想在原地点成立铁路服务馆 把所有铁路的机具都保存下来 别想到后来经过志工们积极争取 居然让部分铁路线恢复营运 重新开张了 这里是谢菲尔德公园站 也是火车富士的新体验 许多民众一直到火车恢复营运 都争相赶来达成 民众从购票开始就跟以前一样 打印票卡进站 而乘客们一大早就来排队等待咯 大家都知道 蒸汽火车是用煤炭产生动力而发动的 不过 你知道煤矿要怎么产生动力吗 首先 先在引擎里加入大量的水 让它下热后变成水蒸汽 接着工作人员再把煤炭放进燃料炉里 就打勾钢车咯 你看 车头开始冒黑烟了 当工作人员一切准备就绪 播音员就必用广播来提醒旅客们该上车咯 今天这班列车将从霍斯特的 卡文B站开往金斯科特站 这是旅客最多的一条路线 等车客陆续上车之后 火车鸣着气敌往前开动 嗯 终于要出发了 看着不断冒烟的火车 从树林中反弯前进 就好像穿越时光隧道 也到了层次一样 当旅客悠闲地欣赏着风景时 司机叔叔正专注地控制着火车的行径 你知道吗 他开蒸汽火车已经有超过四十年的经验咯 你想过要开火车吗 这可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哦 虽然驾驶货车 并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 但还是有很多铁路工作人员 深深地为他着迷 超过的年轻松的工作 我看着它们的轻松的轻松 我看着它们的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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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两个轻松和车 在两个车上 在两个车上 在这些轻松上 我们现在有很大的国家 有很多车路线 现在有很多轻松 我看着它们的轻松 我会帮助到那些车路线 是一个宝贴的 如果你看着一车路线 它们的车路线 它们的车路线 大家都停止 看着它 大家都在吹嘴 如果你看着一车路线 它们的车路线 它们的车路线 没有任何注意 很多人都觉得 整汽火车 比柴油火车 有魅力 那你觉得呢 我们来听听看 乘客们的想法吧 我认为 我们的记忆 那天已经很快 你知不知道 我还没有出现 到汽车路线 我还没有出现 到汽车路线 感觉到汽车路线 感觉到汽车路线 在汽车路线 它们的车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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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统计 每年总共有200万人次 搭乘布鲁贝尔田路的火车 看来啊 蒸汽火车的魅力 果然是不同凡向呢 开了一个多小时 火车终于抵达终点站了 坐在复古的车厢中 体验蒸汽火车 带来的惊喜 对乘客来说 真是个难忘的经验 甚至连小朋友也迷上了 蒸汽火车的魅力呢 搭蒸汽老火车 来一段怀旧时光之旅 穿越时空的同时 可能还会遇见许多意外的惊喜 行动不如马上行动 快出发来体验一下吧 玉姐 蒸汽火车好特别哦 跟我们平常坐的火车 好像不太一样耶 那是当然的啦 蒸汽火车虽然速度比较慢 但是可以沿路欣赏漂亮的风景 而且出发前还有鸣汽笛的声音 真是超酷的啦 嘿 说到这个 我突然想到 哈利波特好像就是做这种超酷的火车 去霍格华兹上课的耶 没错没错 因为英国是蒸汽火车的发源地 蒸汽火车曾经是它们最重要的 交通工具之一 所以哈利波特做的就是这种蒸汽火车 不过据我所知 电影中拍摄的蒸汽火车是在苏格兰 我们刚刚看的是在英格兰的蒸汽火车啦 哈 我还以为我们刚刚看的就是哈利波特做的蒸汽火车耶 哎呦先别说嘛 接下来我们还要到另一个国家去搭蒸汽火车 不便欣赏野生动物 哈 搭蒸汽火车欣赏野生动物 对啊 趕快跟我到非洲来一趟搭蒸汽火车 欣赏野生动物之旅吧 温馨小浴缸舒适的卧房 这里可不是高级旅馆喔 而是蒸汽火车的豪黄套房啦 今天是蒸汽火车21岁的生日 为了庆祝这个纪念日 铁路局特定规划了 搭蒸汽火车欣赏野生动物的旅游行程 火车从警罚不围的维多利亚瀑布站出发 终点站是南非的比勒陀利亚 一路上除了能享受到火车上的豪华设备 高级参见最特别的酒市 没错 这趟旅程最特别的惊喜就是让旅客和草原上的野生动物近距离接触 无论是斑马牛铃还是羚羊 这些平常不容易看到的野生动物 现在就近在眼前 很壮观吧 虽然欣赏野生动物是这趟旅程最大的特色 不过火车驾驶说 动物距离火车这么近 其实也是个大问题呢 就在旅客欣赏野生动物的同时 厨师们也在厨房里忙得不可开交 狭小的空间里 他们一边得忍受遥望的车子 一边还要制作出美味的料理 真是不简单呢 在车煮的厨房里面比普通的厨房 或餐厨房里面 我们没有在厨房里的厨房里的厨房里面 因为这个空间 没有空间 准备上菜咯 想必大家的肚子 但是早已经饿得咕噜咕噜叫了 美味的食物 高级的餐具 窗外还有美丽的风景可以欣赏 真是人生已大享受 赶快来品尝一下厨师们的好手艺吧 所以饭计则是很高的 非常推荐的 因为行程到这里就结束了 等一下还有特别的景点采访呢 大家刚刚不是还在坐火车吗 这回儿坐着小卡车要去哪里啊 原来他们要去牧场看牛啦 这间位于博斯瓦那的牧场 总共养了两万多头牛 供民众参观游览 一次看到这么多头牛 对旅客来说 真是再特别不过的经验了 看来乘客对这趟旅程很满意哦 下回有机会来到南非 不妨也来体验一下这么特别的蒸汽火车之旅吧 这首台湾歌谣相信很多人都听过 它是形容火车过隧道时山洞里的水滴落的声音 而歌词里的本座指的就是隧道的意思啦 不管是以前的蒸汽火车 还是现在的电气化火车 因为有它们 我们才能去任何想要去的地方啊 所以下回坐火车的时候 别忘了感恩辛苦的火车 也谢谢为我们服务的工作人员哦 看完了以上的报道 让我们来认识几个实用的ABC吧 英国是蒸汽火车的发源地 Steam trains originated in Britain 蒸汽火车 Steam Train 蒸汽火车 Steam Train 发源——originate 英国——Brettern Steam trains originated in Britain steam trains originated in Britain 学习来了吗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吧 永勤每次我经过宠物店前面 看到橱窗里的小动物 不管是小猫或者是小狗 都觉得好可爱 好想立刻就把他带回家养 相信很多人都这样的冲动 看见可爱的猫猫狗狗 就把他带回家养 不过一阵子之后 就觉得养猫养狗 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所以就不想养了 上一来流浪猫狗的问题就出现了 没错 根据日本官方的统计 两年之内有三十万头的猫或狗 被主人抛弃 其中百分之九十被安乐死 可见有许多民众 只是一时兴起而买了宠物回家养 根本就没有准备好 要当一个称职的主人啊 所以现在日本东京 出现了一种新的行业 叫做宠物出租 让想养宠物的人 可以借由一段时间 跟宠物的相处 了解自己到底适不适合 养宠物 养过宠物的人都知道 养宠物的开销其实蛮大的 不过现在的宠物出租店 让大家可以不必花大钱 也能体会到养宠物的乐趣 这对母女有每小时四百元的代价 住来这只狗狗 休闲地享受这个午后时光 在寸土寸心的日本东京 居住的空间已经很有限了 要随心所欲地养宠物 更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所以宠物出租这个行业 在日本出现后相当受欢迎 而且受欢迎的理由不止一个 真的怀疑 如果让我可以选择 人物出租 Pay influence 水满豆 以小时计费的出租成物 不只暂时满足了爱狗人士的心灵 还有可能挽救狗狗的命运 根据统计 在2007年和2008年 被弃养的猫和狗就高达30万只 其中有27万只被安乐死 只有3万只左右幸运地被领养 而宠物出租这个行业 另一个贡献就是 让还没充分准备好的主人 多一项新选择 看看自己到底适合哪种类型的宠物 就像在东京市区的这家宠物出租店 就有多种狗狗可供选择 店里养宠物的必需品也一应俱全 甚至连狗狗的玩偶都准备好了 而店主人对自己店里的狗狗 可以说是呵护极了 每只狗狗一天只能出租一次 不如先祖一只狗狗回家 看看自己是不是一百分的主人 黑暗 寒冷 几乎感觉不到生物的存在 就是很多人对于深海的印象 海洋占了地球百分之七尺的面积 不过到底海底世界有多少生物呢 长久以来这个问题 一直没有人能够回答得出来 为了揭开深海神秘的面纱 来自八十个国家 两千七百位科学家一起合作 进行了一项海洋生物普查 在海里加了九千个日子 要帮所有的海洋生物查户口哦 像美像圣诞树的蠕虫 迷人的海魁 这些体积的生物 全都生活在两百公尺深的海地 在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 花了十年的时间 在深海进行海洋生态大调查 总共发现了一万多种 以前从来没有看过的新生物 过去由于研究工具的限制 科学家对于深海的了解 甚至比外太空还少 让深海成了神秘的内太空 于是全球科学家 决定要共同合作 揭开深海的神秘面纱 这是2,700研究科学家 它有关于670研究科学家 它有关于670研究科学家 从更多的80国家 那里有关于联系 去找到新资料 去追求新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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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可以做 构料和大调查 关于海洋生物 过去世纪 过去世纪 我们现在可以用这知识 去计算更多 去计算将海洋生物 进入未来 我们已经学习了很多 我们认为 有可能有250,000 known species 在海洋 但我们认为 有可能有1,000,000 或多 在内容 并非不含尤其是 微博物 所以我们很明显 在海洋生物的 分析 我们有很多努力 去做 去分析 在外面 从小小的微生物 到巨大的金鱼 从沿寒的基地 到温暖的热带海洋 从沿岸近海 到黑暗的深海 这次的海洋生物普查 大大的打开了 人类的视野 经过调查之后 已具的海洋物种 从原本23万 增至25万种 不过这个首次完成的 海洋生物户口普查 也让科学家们发现 因为人类的活动 让海龟 海尿 鲨鱼的数量锐减 因为海水温度上升 最近30年内 浮游生物消失了四成 还有部分地区 几乎已经见不到鲨鱼了 这一次的普查 采用了DNA条码技术 确保对一些物种进行雕示 并且评估气候变迁 以及污染 对于海洋生物带来的影响 潜入海里 让人发现到海洋世界的精彩 从事以来第一次的 海洋生物普查结果 让我们更明白 人类的鸟像 未知的世界还很大 海洋生物的普查工作 还会继续下去 因为海底下 还有上百万的新物种 等着我们去发现 哇 海底世界好丰富 而且还五彩缤纷 好美哦 嗯 我发现啊 我们其实对自己地球的 海底世界 真的很陌生耶 还不如对外太空的了解 哎 好像是哦 嗯 我想恐怕是因为 海底无奇马黑的 才让人觉得又神秘又恐怖吧 嗯 我今天才发现啊 地球原来还有这么多 我们不知道的地方 而且还这么精彩 嗯 所以我们更要珍惜地球 不然都还不认识它 就被我们自己毁灭了 多可惜啊 没错 小酒坡看天下 我们下次见 快 快 快 拿出你心中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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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把我们练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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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个人全说声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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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发热情最痛快 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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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